欢迎回到中国大探索 刚刚看到了玉龙雪山的融水 它不只能够养鱼 而且也能够用来灌溉花田 在四季如春的云南 全年都有鲜花的盛开 也培养出云南人爱花的特性 他们甚至觉得要把花吃下肚 才能够完全表达出对花的情感 就有餐厅业者在雪山脚下种植鲜花 花费了十年提炼出了天然的花蜜 不只做成迷人梦幻的调酒 还入菜做成了花料理 色彩丰富的民族 千变万化的美食好味 还有古色古香的民居 腌织而成的如画美景 这些都是令人着迷的丽江古城 世间于南宋至今已经有八百多年历史 在1997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因为原始风貌全都完整保留 朴实的乌瓦房绵延到天边 古城以布竹城墙文明中外 又以曲道综合杨柳垂青 被誉为高原姑苏 走在古风席人的街道上 绚丽的民族服装成了最佳配角 穿上之后会让人想要篇然气舞的服装 它就是云南26个民族之一 鸟族的新洋服哦 那为什么我今天要穿得这么美呢 因为接下来我要介绍的料理 就如同这套新洋服一样 从里到外都散发着迷人又优雅的气息 有没有发现这些菜哪里不一样 再看仔细一点 是奶黄色的茉莉花苞隐藏在滑嫩炒蛋里 另一道牛排上朵朵绽放的 竟然是米黄色辣梅 这就是全云南省第一家 以鲜花入菜的主题餐厅 鲜花私房菜 我感觉这个就是这些花菜 感觉就是特别比较奇特 就平常咱们内地都看不到这种的花菜 特别奇特 我这个第一次见 云南四季如春 一整年都有鲜花盛开 火红的木棉 接近春雅的幽兰 还有漫山遍野的杜鹃 大陆境内70%的鲜花都产自这里 因此云南人各个爱花 非要把花吃进肚子里 才能表达他们对花的爱意 这也是鲜花私房菜成立的原因 花分两种 两大类 第一类是观赏性 第二类是可食用性 我们用的都是可食用性的花类 都是可以吃的就对了 可以直接吃这样子 对 我们为了防止原料出问题 所以说我们在美丽的云龙雪山下 有我们自己的鲜花基地 自己栽种就对了 对 品质更能控管 对对对 不容易出错 店里最火红的招牌 就是这一道茉莉花炒虾仁 芳香四溢的花苞 拌炒肥美虾仁 清爽配色 叫人胃口大开 虾仁很有Q劲啊 然后用茉莉花做的话 那个有花香浸进去 这样的 很不错 这香味是来自于虾仁 有事先泡过茉莉花的浓缩汁 再稍微汤烫 这娇柔欲滴的茉莉花 可是经不起大火伺候哦 做菜 第一 因为虾它属于海鲜东西 所以咱们一定来放点料酒 因为它是一样屈心 又炒出来又花又香 再加炒出这个菜的时候 它的火候不能太大 因为我们因为这是香花四把菜 它放的是香花 所以它把茉莉花因为火太大 它就会涂了 所以火太小 一下放一下 它就出来了 所有动作都得轻柔又快速 茉莉花和烫熟后的虾仁 短短炒个三十秒 就立刻起锅 才能留住虾的鲜和花的香 吃过的人都说 齿家留香呢 而除了花菜 这里还有鲜花调酒 这款酒呢 是我们自创的一款 名字叫燕玉丽江的一款自调酒 好美的名字哦 为什么会取名叫做燕玉丽江 因为这个丽江城市呢 它有个别名叫燕玉之都 所以说我们自创的一款情调酒 这款酒呢是由男士在桌上调给女士饮用的 所以说情调非常浓郁 讲求气氛 口感也不能随便 主角是这一小杯 老板花了十多年时间研究 用低温超灵界的萃取技术 提炼出来的玫瑰花蜜 天然无防腐剂 也没有人工色素哦 再加入燕玉的红糖水 还有柠檬汁 情酒和Tony Water 而所谓的情调 就在调酒过程中蔓延开来 我以为不撒 你要给我掌声 但是大家 我撒了一滴 你要给我孝正 所以不管是调得好或是不好 客人都会很开心都醉了 对了 尤其是对女士而言 非常有情调 那我应该要给张总一个掌声咯 好 谢谢 不过先别急着喝 燕玉之都要细细欣赏 黄 橙 粉 燕红 各个颜色分层 在缓慢的渲染开来 就如同女孩的心 一点一滴在气氛中融化 这就是张总为我特调的 燕玉丽江 有什么味道 有点甜甜酸酸的 就像是恋爱中的味道哦 丽江醉人的气氛 连我也抵挡不了 其实是浅尝就能满足呢 如果你不是很喜欢酒精饮料 其实老板他还有开了另外一家店 叫做花石介 这里全部都是以花朵为主的饮料哦 那我身旁呢就是老板娘 你看美丽的老板娘 今天在地帮我准备了一杯 她们的招牌 这个是 玫瑰姜枣茶 玫瑰姜枣茶啊 主要是以玫瑰生姜大枣作为燃料 好丰富哦 在空下肚子都好像玫瑰是美容养 云瑰生加趋势巨环大枣 哇 真的很养生的一道饮料哦 赶快试喝看看这个味道 因为有客人过来 特别是广东的 他们养生的 因为这盘子要这么保养 一来一看到就有点玫瑰姜达茶 所以说这个好喝 有火锅头来再喝 其实这家花石介 就有点像在台湾看到的果汁吧 近四十种的花博饮料 每一种都让人跃跃于世 老板娘 我看错啊 这个是子弟欢迎性骚扰 真的是性骚扰耶 这个是丽江的烟瑜文化 对 烟瑜文化世界开在丽江的这个流程式 它就融入本地当地的很丑文化 因为这是烟瑜之都嘛 所以我们就贴了这些比较有意思的一些沙子沙 就像是鲜花石坊的那一堆 艳狱之都是一样的吗 对 这个都要融入自己的花 同时我们也发现 在我们店内和店外 也发生过这样一种艳狱的事情 真的啊 如就有青年所见就对了 所以下一次呢 不仅可以来老板娘这里喝喝好喝的花茶 说不定你还会在她的店里 发生一段难忘的艳狱哦 每个人来立江 似乎都想找点什么 是一段美好的感情吗 还是永不散场的美食饗宴 我在这里发觉了味觉上的花花世界 你呢 还在等什么 好